大家好,谢谢你们观看TopChamp频道 今天要带来大家都很熟悉的排名单元 今天的主题是游艇 最近的游艇就像是一栋豪宅 具备了就连在世界上最高级的饭店也很难看到的科技与设备 让我们赶快来看世界上最高价的十艘游艇吧 两亿美元究竟是多少钱呢 这个金额可以买到数座高层公寓或是体育馆 甚至也超过数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年间预算 而这两亿美元正是音乐制作人大卫格芬所拥有的游艇招扬的费用 船内有个篮球场 必要时也可以作为直升机的停机坪 另外还有著名红酒酒窖、电影院 以及让客人和船员使用的82间舱房 整艘船一共有五层楼 可谓是奢华至极 第九位 七海 这艘于2010年起航全长86公尺的豪华游艇 属于史蒂芬史皮博 虽然七海的外观比第十名的游艇小 但这并不是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 船里面有着体育馆、按摩室以及泳池 泳池被4.5公尺高的玻璃墙围绕 形成一个剧院的投影屏幕 另外为了让伟大的电影导演能享受一个人的宁静时光 游艇上也有着宽阔的甲板 第八位 莫拉夫人 这艘游艇全长105公尺 是于1990年由乌沙的阿拉伯的亿万富翁 纳塞尔·埃拉西德所定制的 它的费用为2亿1000万美元 关于买主 除了他平日低调 在购买这艘游艇前根本不为世人所知之外 就没有其他资讯了 埃拉西德在打造这艘游艇上耗费重本 在船体上刻上的文字全部都是使用24K的纯金 莫拉夫人可以轻松容纳30位宾客 以及60位以上的工作人员 船内有一架直升机 也放置着由著名的大卫阿姆斯特朗·琼斯 所设计的约23公尺的餐桌 但是莫拉夫人最引人注目的 是带有可收纳屋顶的泳池 你可以在泳池边的躺椅上放松 或是躺在干净的沙滩上休息 第七位 阿尔密卡布 这艘游艇全长133公尺 宽18公尺 于2008年起航 这艘游艇是由德国人 彼得·施夫汉尔 为了卡达前首相 哈马德·塔尼所设计的 船内有着时间豪华房间 最多可以让24名宾客入住 各个房间都配备着广阔的客厅 浴室以及双人床 船上有两间VIP房间专让主人使用 也有55间舒适的舱房提供给船员 此外还有电影院 酒吧 直升机停机坪 泳池 日光浴设施 以及水上运动设施 保证能让人拥有舒适的度假生活 俄罗斯的亿万富翁 也对这个高价玩具极感兴趣 于2008年起航 这艘全长110公尺 宽16公尺的游艇奥纳 之前被称为吉尔巴拉 是为了企业家 阿利谢尔·乌斯马诺夫所建造的 他不时地会登上这艘 由47名工作人员管理的超级游艇 前往他的私人岛屿度假 游艇上有着泳池 体育馆 开放式酒吧 按摩室 电影院 购物中心 三温暖等设施 可以让阿利谢尔 以及他的12位客人 度过奢华的度假时光 第五位 阿尔·萨伊德 这艘游艇是根据拥有者 阿曼国王卡布斯·萨伊德的名字命名 他拥有五艘超级游艇 而阿尔·萨伊德 是里面最巨大的 他于2007年起航 全长155公尺 宽24公尺 费用超过3亿美元 他以世界上最重的游艇之一文明 其重量近16000吨 但他同时可以以时速40公里的高速前进 阿尔·萨伊德最多可以容纳70名宾客 以及150位船员 据说船内有着可以聆听交响乐团的音乐厅 根据所知情报 国王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 由于国王不让外人接近他的财产 因此你在网络上 找不到任何一张这艘游艇内部的照片 第四位 A 这艘游艇属于俄罗斯企业家 安德烈·梅尔尼琴科 这艘游艇有伟大的菲利普·史塔克设计 花了四年才建造完成 它于2009年起航 全长119公尺 宽19公尺 费用接近3亿2300万美元 这艘游艇的特色并不在它的大小或外观 而是独特的内部装潢 里面具备着整套只有在想象中 才能看到的先进设备 内部为7200平方米 有迪斯科舞厅以及6个房间 它们可借由可移动式的墙壁 变成4个大房间 梅尔尼琴科的私人寝室 为720平方公尺 并设置着令人惊奇的旋转床 游艇内部都被玻璃墙壁环绕 另外宾客用餐时 都是使用高级的法国水晶餐具 甚至还配备有三个随时可以游泳的按摩池 第三位 日食 这艘船属于俄罗斯的企业家 罗曼·阿波拉莫维奇 这艘于2010年出航的游艇 长162.5公尺 为世界第二 宽泽为22公尺 船内有两个泳池 以及两个直升机的停机瓶 水利按摩浴缸 尼斯科舞厅 甚至还有小型潜水艇 因此 当阿波拉莫维奇 在这艘游艇上享受人生时 它可以拥有身处 完全安全地带的安心感 另外 船内也设置了真正的防空保安系统 作为警备 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危险 也正是因为这套设备 让日食的费用翻了数倍 这艘世界上最昂贵的游艇 在物理上 不可能让别人在没有主人的允许下拍摄照片 因为防偷拍的雷射系统 会向任何从外界拍摄的相机 发射光束 破坏照片 这艘游艇总共花费了3亿4千万美元 第二位 杜拜 这艘船原本由文莱国王于1996年下令建造 原定名称为金斯坦 但因为某些原因 国王无法支付这艘超级游艇的费用 于是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现任首相 穆罕默德·阿勒马克·图姆 便趁机出资 完成这艘游艇 它于2006年起航 全长162公尺 宽为22公尺 费用为4亿美元 这艘游艇就宛若一座水上豪华都市 可以容纳115位宾客 船内设置了可以做日光浴的区域 泳池里则铺上手工制作的瓷砖 内部装置也使用了手工制作的马赛克装饰 通往上层的螺旋楼梯 也是由会变色的玻璃组成 第一位 阿扎姆 这艘船属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总统兼阿布扎比酋长的谢赫哈利法 本·扎耶德·阿勒纳哈阳 这艘于2013年起航的游艇全长180公尺 宽21公尺 费用为6亿5000万美金 阿扎姆有着惊人的94000马力 它被视为世界上最高价的游艇 它也具备着可以从预想的攻击中自保的独立防空保安系统 这样大型且拥有巨大能量的游艇可以搭载许多豪华的设备 由于总统并不想让游艇吸引过多的注意 阿扎姆的内部几乎没有被公开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您看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总是观看这个频道 我们之后也会介绍其他排名以及有趣的影片 请一定要来看哟 那么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